下面我们看一下收入成本还有费用的确认 小张开公司ABC 然后卖某品牌的家电 100个家电被以280块钱一个的价格卖掉了 然后卖掉了之后呢 一共应该收2万8对吧 但是呢这公司是集团采购 那我可能要延迟一个月之后才付给你这个2万8千块钱 我们是在1月份发货 2月份收钱 我们哪月份是确认为这家ABC这家公司的销售收入 1月份是吧 官员也在于说 我们现在在财务上 我们统一的实行的会计的原则叫做权责发生制 如果你卖的是产品 那么产品的收入确认应该是 以商品所有权的转移 以及风险的转移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那比如说我把这货已经送到人家那个客户手里边了 如果这个时候 晚上可能发生了盗窃 或者说有火灾 正好我送给他的那批货 不幸被烧了 那100个全都没了 咱那个厂商肯定不会说我再给你补100个 那对不起我已经把东西给你了 你自己没有保管好 所以这叫风险转移 这种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工作中有没有碰到那种风险跟物权转移是分离的 假如说我是一个电梯生产厂家 这潘石一说我要建立现代城 我需要这个电梯我买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电梯的一个 整个一个打包 做成一个打箱子 然后就发货 发到这来了 这个时候呢 叫做商品的所有权得到了转移 对吧 但是呢 风险没有转移 如果人家一装发现这电梯坏的 运行不了 是不是还得找你退货 电梯属于特种的安全行业的这样的一种产品 它需要呢 一个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验收 你光把这个电梯所有权转移 转到人家这儿 还不行 那么你还需要说等到对方把电梯装了 没有瑕疵 没有质疗问题 我签收了 那么你才可以确认为是你公司的收入 有些行业 比如说卖ATM机的 还有一个行业比较特殊的 就是图书行业 出版社把图书给到了新华书店 书店可以在任何时候 把它没有卖掉的书 再退回给出版社 实际上这种出版社让书店帮他卖书的行为呢 更像是一种寄售行为 那也就是说书店什么时候把这批货卖了 卖了之后呢 再把钱给到出版社 出版社在收到钱的时候 才得到收入的确认 如果我卖的不是产品 我卖的是像服务 你像那个中国移动 让你预存明年的花费2000块 然后给你一些打电话的卡 作为奖励 那么好了 你预存的是明年的花费 那么这2000块钱 在当年中国移动收到之后 它其实是不可以确认为 中国移动的销售收入的 它是个上市公司啊 不可能乱来的啊 它反给你这200 当月它就确认是200的收入 下个月又200 确认为200的收入 它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么当年它收了这个钱 其实理论上讲 并不影响中国移动的利润表 中国移动的收入 没有因此而增加 也没有因此增加利润 实际上中国移动这么做 是为什么 它可以去改善 它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影响现金流量表 还影响资产负债表 所以你看到你们公司 那个报表的第一行销售收入 不是说你签了合同 或者收了钱 那一行就输了 那一行是跟你的实质的 真的产生了这个销售行为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下面呢我们讲费用 它没有办法做到 跟收入去配比 那么费用应该怎么确认呢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某公司 13年12月 购买了市中心广告牌 2014年上半年 6个月的使用权 广告牌的租赁费是 12万13年的年底 一次性地付给了这个广告公司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买入广告的这家公司 它的这个广告费 会出现在哪个会计期间 出现多少钱 我们在财务上刚才讲的 全责发生质 并不仅仅管收入 它还支配我们的费用的确认 你这个广告费 你是不是明年上半年才受益啊 所以你明年受益的广告费 你今年 你是不可以作为 你的销售费用的 那我们做的账 叫做预付费用 比如说化妆品公司啊 什么方便面的厂家呀 他们因为做广告特别多嘛 所以他们跟那个广告商人之间 它是有话语权的 他都可以做到我延迟付款 但是不管你是提前付款 还是延迟付款 不管你是怎么去付款 在你的那张利润表上 什么时候确认为 你们公司的这项费用 要在事项发生的这个期间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付钱 这个事项是什么时候受益的 发生在什么期间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费用的确认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C公司呢 与这个广告公司 公关公司去合作 然后呢 公关公司帮助他去开场 一个市场活动 这个市场活动 是从13年的11月1日开始 到14年的1月结束 历时三个月 一共呢报价是30万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因为是个大公司 跟公关公司说了 你要先帮我做活动 做完了活动之后呢 我到了明年1月份 项目结束了之后 我再把钱付给你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权责发生制 那我的费用是不是说 13年的11月我就寄10万 然后13年的12月 我要寄10万 然后14年的1月份 我再寄 加起来呢 一共是30万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费用 对吧 那么这个账呢 这么计是没错的 根据我刚才讲的 全责发生制 但是呢 它会出现一个技术问题 如果你是个非财务人员 你是市场部的一个员工 14年的1月份 你才找到了财务 说我要付一个30万 那么财务这个时候发现 它上一年的账 已经关了对吧 它就不可能说 我把那20万 再把那账重新打开 把20万给你丢回去 所以我们说 凡是非财务人员 你要记着到年底的时候 你手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付款 但事已经让人家做了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预提费用 有些说我是市场部 我这个事没有做 然后我怎么办呢 我跟我们的那个公关公司 跟我关系特别好 让他给我出张发票 然后呢 我拿着这发票呢 跟我们财务呢 先做个预提 然后呢 我跟公关公司说好了 说这个明年 等到我真的要用这笔钱的时候 我再找你去做这个事情 今年甚至钱都付给人家了 说你帮我 就存着这笔钱吧 大家记住这是严格的错误的 你明明没有花这笔钱 但是你在你们公司的利润表上 说了有这笔钱 你是不是在调整 你们公司的利润 这个时候我们说 如果是上市公司 你的报表是要给投资人来看的 人家根据你的信息来决定 是不是买股票或者卖股票 那你的信息是这样的 不严肃不严谨 就因为你的一个想法 然后公司的这个利润 就上下几十万上百万的变动 这是不是有问题 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说的预题是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了 而因为财务的流程 采购的流程 我们没有付钱 所以我没有那方面的做账 所以我需要把这笔账呢 进入到我们公司的费用的 那个表里边去 作为公司的一个收入的抵减 利润的减项 这个叫做预题 那下一边呢 我们要讲下一个主题 叫做对毛利润的解读 我们先看一个报道 根据第三方调查的数据 iPhone 5的整机成本 只有1039元 但它在中国市场的售价 最低也要5288元 毛利润率高达409% 这个报道有没有错 记住一点 所有的利润率 不管是毛利润率 还是净利润率 还是营业利润率 所有的利润率的分子是利润 分母是收入 而不是成本 如果从这个报道来讲 实际上 iPhone 5的毛利率 应该是80%多 对吧 所以呢 首先这个公式错了 并不是拿利润去除以那个成本 如果你下次再看报道 说什么什么公司暴利 说利润率200% 首先这个公式错的 第二 如果你想去除成本 你除那个1039 我们管这个409%啊 不叫毛利率 我们其实在财务上有一个词 叫做成本加成率 那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100块钱东西 买进来 然后我卖了150 我是不是50除以100 我加了50%吧 对吧 这叫成本加成率 那毛利率的意思 干什么呢 看这个案例 G6是A公司 这一列呢 是B公司 单位是万元 收入都是1000万 然后销售成本呢 200万 B公司销售成本是800万 所以就会倒成一个毛利高 一个毛利低 对吧 但是呢 A公司虽然毛利高 但是他后边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加起来有680 所以他最后的净利润 是 营业利润是120 然后B公司 他后边几乎没有什么销售费用 还有管理费用 对吧 然后最后呢 得到的这个 营业利润也是120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 毛利润高的 不见得 最后就好 第二个呢 销售成本 还有费用 加在一起来影响公司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利润 那我们还可以这么来想 A公司的毛利高 但他后边的销售费用 和管理费用都大 你之所以要赚那么多的毛利 是为了你后边要吸收 那么多的费用 举个简单的例子 说我们卖这个东西啊 说上级领导要求我们 毛利率达到40%以上 才能卖 你们公司的销售费用 加管理费用 加在一起 去除以你们公司的销售收入 已经达到35% 那你卖东西 你不达到35%以上 公司能挣钱吗 所以你后边的那个费用越高 就代表你前期的那个价格 就要更高 你的毛利要足 才能去把你后边的这个东西 给覆盖得住 我们看这两个公司 打个比方 A公司 比如说这是个苹果公司 它毛利很高 但是呢 苹果公司毛利不代表 它就一定能赚取那么多的净利 它要做那个大的 很漂亮的旗舰店 那个体验店 它有销售的成本 然后它要去做广告 对吧 那么管理费用呢 比如说 研发是属于管理费用的 所以你看 它毛利高 是为了养活 它后边的 大块的管理费用 还有销售费用 那么B公司呢 我们把它就当成是 富士康啊 我给苹果代工 那我代工呢 虽然我毛利会比较低 但是呢 我也不用自己去营销 是吧 技术的东西 也不是我去研发的 所以这是代表的 不同的商业模式 不代表说 哪个公司就好 哪个公司就不好 最终我们还要看 那个净利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毛利润是用来吸收 销售及管理费用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公司 在品牌 还有在这个技术上的投资 在研发呀 在广告呀 公关呀 在这上的投资 反过来能提升 你的公司品牌价值 反过来会提高你的毛利 足够高的毛利润率 才能使公司生存 所以一个公司呢 不是说只有销售 或者只有 这个我们的销售管理 这样的一些费用 互相是有配合的 对吧 那销售呢 你要给公司赚到 最多的毛利 然后拿了这个毛利之后呢 我们后边来做市场 来做研发 然后公司最后取得 一个合理的利润 我再说那个4S店 4S店呢 它不是有一块业务 是售后的维修吗 售后维修那个部分呀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叫售后毛利吸收率 因为我们说4S店分两块 一块是卖车的 一块是卖服务的 对吧 那么它的售后毛利 就说我不管卖车的毛利 我就说我修车这块 我产生多少的毛利 这是可以算出来的吧 我拿我修车 这一部分的毛利 吸收整个店的 那些固定费用 展厅啊 销售啊 然后管理啊 等等这些 不包括那个车啊 就是那些固定的 那些费用 那换句话说 如果它的那个 卖车的这部分 是不挣钱的 我凭着卖 但是我这个售后的毛利 已经足以把我的 整个店的销售和管理费用 全都给它吸收掉了 所以你们公司 在做定价的时候 就涉及一个问题了 我能算出我们公司的成本 假如说成本是100块 这个东西生产出来 我应该卖多少呢 不是你想卖多少 当然第一个 你要考虑市场是吧 第二呢 你在定价的时候 要考虑你们公司的 自己的销售 及管理费用本身 已经是一个多大的 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呢 这是我们讲毛利润的意义 下面呢 我们再讲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顺着利润表 往下去层层的 来包这个洋葱 我们第一层 包完了毛利润 第二层呢 我们看看营业利润 这里边有个案例 我给大家是写出来了 A公司呢 有一个损益表 B公司呢 有一个损益表 这两家公司收入都是200万 成本毛利都一样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也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是财务费用 A公司有财务费用15万 B公司呢 财务费用为零 这是一个不同 然后呢 营业外收支都是零 税前利润这就不一样了 因为算的不同 所得税 A公司的所得税是25% 然后B公司的所得税呢 是10% 那么我们就综合来看 这两个公司财务费用 利息费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的税 不一样 对吧 那么大家想一想 什么原因会造成财务费用 利息费 这两个东西的不同 什么样的东西会造成两家公司 他们的利息是不一样的 贷款 贷款多的那家公司呢 利息就高 这个零的这家公司 他没贷款是吧 税的不同呢 可能是这个行业不同 或者说是属于什么 有的是高科技的 或者得到一些税收减免的 或者是有些什么原因了 政策不一样 所以那这两家公司不一样的两个点 一个是利息费 一个是税 原因呢 我们也找到了 那么 大家想想 如果说这两家公司呢 都雇了一个职业经理人 来去当这两家公司的总经理 那么你再想一个问题 如果有这个职业经理人 我们应该 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KPL指标 来考核他对于公司经营 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 纯粹的财务的一个分析问题了 这个涉及到我们说财务报表 财务指标在公司考核内部的一个应用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 我说的职业经理人的意思是不持股 不是股东 公司规模相对较大 我们外来的经理人来帮我们管这个公司 而不是股东自己管 你们想想看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那正好就可以衡量他的经营业绩 净利润行吗 国企啊民企啊 我们大多数中国的企业在考核的时候 就净利润嘛 反正你是这个公司 你来帮我管 我就看谁给我达到净利润是最多的 对吧 但是呢 这里边如果拿净利润做考核指标 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 肯定是在于这个利息这个事 税的事上 是吧 假设这两家公司的总资产都一样 公司规模一样 一个公司有贷款 一个公司没贷款 实际上说明什么问题啊 贷款是债权人银行给你的钱 没贷款的公司不是没包袱 是说他的钱都来自于股东 就是你不要把银行当成是包袱 银行和股东都是给公司融资的 只不过是银行给你的钱呢 要求你还本付息 股东给你的钱呢 说你拿去用吧 我不要求你什么时间还本 我也不要你承诺我给我多少利息 但是如果公司经营的好 你要多分我钱哦 然后公司经营的好 我把我手里的股权在卖的时候呢 就比我当时投的时候要更值钱了呀 所以呢别把那个债权人当包袱 债权人跟股东是两个公司的重要的融资来源 有贷款的A公司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时股东在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 资本金不充足 所以呢他要跟银行再去融资 他的资金来源不够他的运营对吧 然后呢那个B公司呢 咱们想象一下他没有利息费 说明当时公司在投资的时候 一次性呢就把所有的资产全部到位了 全是股东投的 他不需要再去融资 那么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我在考量职业经理人的经营业绩的时候 能不能把这利息算成是总经理的经营业绩 不合理吧 因为总经理说 你股东没拿钱这事关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是股东多拿点钱到我这 不就不用贷款了吗 经营决策是摒弃掉财务决策之外的 就是你说到融资的情况 已经是财务决策了 一般来讲我们说 像大家都是企业里边的经理人 你们做的一般是什么决策呢 是经营决策 财务决策是不归大家管的 你一般不管这些东西 我管的是经营决策 如果我考核这个总经理的经营业绩呢 我们应该用什么指标呢 给你们一个新的指标 叫做息税前利润 英文叫Ebit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让你们算一下 刚才那个案例中的Ebit 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多少 和两家一样是吧 因为他们俩不同的地方 就在那个利息和税那儿 如果是比货的话 还没有到那一步 所以肯定是一样的 对吧 那如果是一样的 应该是多少呢 我就拿毛利润减去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这俩是一样的吗 毛利都是70万 减15减8万 后边这个不减 对吧 等于多少 47万对吧 所以如果说看这两个 总经理的经营绩效的话 其实这两个总经理的绩效 是一样的 而不是那个B就好 A公司就不好 看到了吧 咱们国家的营业利润 我们讲了那个报表里头 是不是减了什么 公允假日变动损益啊 减了什么财务费用啊 把这些是不是都减了 得到的是营业利润 对吗 而实际上在国外 在外资企业里边 我们说的营业利润 其实就是这个Ebit的概念 七岁钱利润 就是营业利润 因为这是真正的营业有关的 而那个利息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啊 营业外收支啊 税啊 这些都是跟那个营业 没有太大关系的 国外认为税也是跟总经理无关的 因为在外国 它的税收税法会比较的完善 然后他们认为这个事呢 是个法定的东西 该交多少就交多少 税法就是税法 就是这么多 所以我们说去考核的时候 用税税钱利润 那么顺便再给大家讲一下 在你公司里设立一个 绩效考核指标的时候 要秉承一个原则 叫做责任会计啊 责任原则 他有多少的权利 就考核他多少的责任 比如说刚才的Ebit 我们说这总经理 这融资这事儿 本来也不是他来决定的 所以你去考核他的时候呢 你就考核到税税钱利润 我们在最后总结一下 税税钱利润是干嘛呢 它的意义就在于说 它剔除了不同的融资结构 和不同的所得税率 对于公司的盈利能力评估的影响 就说你这公司可能 他有贷款 他没贷款 那你不能说这样 咱就没法比他来的盈利能力了 还可以比较一个公司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如果它的融资结构 和所得税率是不同的 它历史上纵向的也可比 横向的跟别的公司呢 即便融资结构不一样 也可以比 我觉得在我讲课的 这么多公司里边吧 大多数公司的KPI考核 还是以净利润 而几乎我碰到的很多的外企 比如我所在的这个惠普公司 还有我一些其他的外企的客户 它的商业的这个历史 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问题呢 看的还是比较的细致的 就大多数在你看到外企里边的 KPI指标 它会分很多层 你什么层级的 你要负责什么 你是什么层级的 你要负责什么 这些都是计算的 很精准的 很精准的 挺具体的 的 比较高